以前的基隆人谈恋爱都去海边 你看这是我爸爸妈妈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在海边游泳 后面这个就是基隆雨 就是我们外幕在海边 以前都住在这附近嘛 都是在这附近去散步玩水啊 谈恋爱 每个基隆人家里都有一本这样的相簿 海洋是共同的回忆 银潮这样是比较宽的 我们以前要跑到海边 还要走一段才会走得到 碰到海水的 那时候的基隆小孩 拿着轮胎就可以去海边玩水 这是我弟弟 我是这一个 爱海的陈薇 长大后给自己取了一个自然名 就叫海洋 然而基隆的海边却一直在改变 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 可能是民国七十年代八年年代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油潮嘛 油库又在扩建 所以有一些海边的潮天代 其实它就会被截断了 我是在民国七十七年的时候 嫁到基隆来 因为我是小学老师 以前会常常带学生过来这边海线 在最前面那个地方有一个章鱼游泳池 现在已经尸骨无存 然后以前走这条路呢 非常的小条 这些这个霸掌 这个叫做什么下波块 以前也没有 所以以前这个海边 每次从外面走进来 一直走到章鱼游泳池这段路 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在这里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对海 你都怎么称呼这条海岸线呢 牡山蚝 牡山蚝 外牧山澳 澳就是澳进来的地方 2020年 基隆市中山区 获选为台湾经典小镇 外牧山滨海风景区 不但是基隆市县层最长的天然海岸 从外牧山渔港到澳底通村的这条 外牧山秦仁湖滨海大道 还保有基隆硕国仅存的大五轮沙滩 以前的基隆人叫这里澳底 像我小时候啊 我们说夏天三个月好了 我几乎三个月每天下午都是在来这边报道 很漂亮 方 海 宝雨 你看基隆雨多漂亮 但是呢你一往左边看 小波块 对啊 很可惜 那个雨榜几乎没有在用 因为港口盖好了 那涂堤效应 沙子进不来 沙子变少了 那现在在游泳池 再往上面 看接着那个道路 就是到万里 就是接到你们上次以前走那个路 海边三路相见 这是标准的海岸古道 换一个角度从海上回望基隆 基隆的海岸线 已经充满人工开发的样貌 整个基隆市的海岸线 已经水泥化和人工化的已经高达95%了 所以只剩下5%的自然海岸 你看像海洋大学这边有一段也是天海造路出来的 所以现在都值得在20年后或30年后回头看 当时的天海造路到底对海域发生了什么影响 1979年协和电厂在基隆市中山区正式启用 是台湾唯一使用重油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 40多年来这里的居民都在学习和电厂和平共存 我记得以前最少是600块 后来又变成300块 一个人吗 对 一个人 但是我每次在收棉被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那个碳 就是黑黑一点一点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不住换来的代价吧 如今台电为了配合政府 达到2025年非和家喻的目标 增加天然气发电量 现在考虑在外木山海域填海造路 18.6公顷 作为天然气第四接收站 填海造路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战胜 什么 这些问题才没有战胜 这些保守有高就战胜了 港湾的扩建 能够对于海洋生态 还有这整个环境的冲击 能够是做最妥善 以及最小的冲击 那你填海之后 造路之后 那这个环境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海岸线 回不去的童年记忆 基隆的未来 还能留住多少海洋之美呢